欢迎收看新闻水平看 今天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看他们的大选 没有错各位 土耳其的大选牵动了伊斯兰的世界 因为土耳其一直以来 在穆斯林心中都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 它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延续 也是现代化当中非常成功的穆斯林国家 所以它开放时的成功 给那些世俗派的教徒看到更多希望 而它保守化则会让更多保守分子感到起舞 因此我们今天就要加班加点 临时给大家带来这一次非常特殊的国际新闻 土耳其大选给大家看看它对大马的影响 大家赶快按赞 我们马上开始了 我们先从历史讲起 土耳其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陨落 他们的国父凯默尔就要组建独立政府 而进行了一连串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改革 而这就是所谓的改默尔主义 改默尔其实是一个军官 他认为太信仰宗教会导致社会不进步 于是他们就废除了神权合一的君主制度 改为人人平等的共和制 解放妇女权益 对接西方经济等等 要缔造一个现代化世俗以及民主的国家 并在1937年直接把世俗主义写进穆斯林人口 占95%的土耳其 哇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牛逼 但是各位作为马来西亚人 你也知道这是行不同的 像是土耳其 他们还是依然有非常多宗教保守主张的神 尤其是在贫困的地区 他们相信信仰才是他们的救赎 非常的熟悉 于是民众还是会推荐一些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总理上台 例如爱尔巴坎 但神奇的是土耳其的军方这个时候就会搞政变 去把他们给拉下来 然后继续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行走 为什么呢 因为凯末尔主义里面的这个凯末尔 其实就是那个军官 而他也影响了军队本身的传统 土耳其的军队甚至在宪法上面 直接被誉为是 就是世俗主义的守护者 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国家变得不世俗 他们是有那个stand却发动政变 于是土耳其就这样子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一直在宗教跟世俗之间摇摆不定 比他们的冰淇淋更难以令人捉摇 够了 没有错 就是这么难令人做梦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没有错各位 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总理爱尔端 爱尔端在2003年上任 他就比较聪明一点 他不是完全去主张保守的声音 而是把伊斯兰和世俗主义融合在一起 并且大谈民主跟人权 受到西方的称赞 也就在这个时候军方就放松了警惕 于是爱尔多安就成功开启了民主改革七号方案 削弱了军队的权力 这也就导致后来在2016年 土耳其他看到这个爱尔多安越来越保守的时候 他们的军队要发动政变的时候居然失败 被民众打到一败土地 是的各位 军队被人民打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四六 因为他是六四的盗反 虽然爱尔多安确实在他上任的这二十几年 创造了土耳其的经济奇迹 但为了要赢得保守派的支持 他也在教育里面纳入更多伊斯兰的元素 支出更多宗教团体推动军方的伊斯兰化 去除公务员带头巾等禁令 以及和支持伊斯兰化的葛兰运动 结盟等等 这些都让外界认为爱尔多安代表的就是 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回归 直到2017年 爱尔多安发动了公投 把土耳其的共和制变成总统制 还削减了军队更多的权力 而这个时候外界就觉得OK 大局一定 新的苏丹阿尔多安正式加入 土耳其会往越来越保守的方向走 然而就在今年 土耳其的大选却意外的令人大跌眼镜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场大选呢 我们广告后继续回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显示 虽然大马人的试制率高达93.12% 但是我们一人平均每年只读两本书 国家图书馆发布的报告更显示 大马成年人的阅读率只有65%左右 这表示大家都不阅读啊 那为了鼓励阅读的风信 没有错各位 大众书局所举办的第17届 海外华文书试回来啦 就在即将来到的6月3日到6月11日 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在KR的Connection Center与你不见不散 你可以在第一滴的展厅 买到中文书及参考书CD DVD 以及值得期待的动漫季 在第四及第五展览厅 则可以买到英文书及影印产品 文具以及休闲食品啦 像我们这种知识型YouTuber 要多读书才可以给观众好内容 当然也要去扫书啦 然后你心里要收好人可以扣睡哦 这一届的主题是众月欢腾 主判方大众书局就认为 在COVID长达三年的分离之后 书迷作者以及出版社都非常期待 再次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乐 不仅能在现场 挖取到今天的产品 还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分享会 等你来参与 而且现场还有非常诱人的入会 以及折扣等着你哦 而且各位在6月6日星期二傍晚5点 BBK将会在我们第一展厅的主台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会哦 主题为知识型网红在马来西亚可以崛起吗 是的这是我唯一可以有资格讲的东西 所以大家赶快锁定好你的日期 大家一起来玩啦 阅读从你我开始和BBK一起读书吧 赶快点击我们的连接了解更多详细 第二期大选的成绩在5月15日公布 已经当选20多年的前总统 埃尔多安的得票率只有49.5% 没有过半 因此没有直接当选 而另一边则是所有反对党 都共同推举的当代甘地 克勒奇大尔靠底 那他则获得了44.9%的选票 但目前开票已经完成 没有任何候选人得票过半 所以他们将会进行第二次的总统大选 那大家要知道 这个成绩算是蛮震撼的 因为在2014年跟2018年 其实埃尔多安都以绝对的优势当选 所以这一次的成绩说明的是 埃尔多安流失了不少的支持 而且一直强调要恢复世俗的反对党 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支持 那这是不是说明了当地穆斯林 抛弃了保守主义 转而回向世俗主义呢 其实也未必 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场大选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就指出 虽然这一次埃尔多安没有绝对多数的支持 但这并不代表 他的右翼势力正在衰弱 他的支持率降低 其实是受到更多治理不利而造成了后果 例如讲说 他们这次有一些地方 他的水就特别的肮脏 黄黄这样 人民就过得 sorry sorry 我讲错过 Anyway 土耳其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7.5级大地震 死了4.5万人 150万人流离失所 但问题是埃尔多安的政府救援不力 错过了24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 而收容难民的动作也有许多问题 让人民放上网不断的去抨击 而后来的许多报告也揭露这次的地震如此严重 是和政府规划的建筑物条例有关 许多建筑物都是偷工减料的 但却依然可以获得政府的审批 因此地方政府就被骂与承包商官商勾结 再来就是经济议题 埃尔多安强硬地要求中央银行降低利率 疯狂印钱来拯救疫情 结果却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变得更严重 一年之内通货膨胀率飙升80% 土耳其的货币也在一年之内掉了一半 各位 这也是被反对党狂抓狂打的议题 加上这一次首次有6个反对党一同集结选票 所以人民对于选举的投票热情 才会高涨到这么高 大家都很多投反对票 然后投票率高达88.9 这也让前总统埃尔多安受到了强烈的充值 所以接下来将会进入第二次的总统大选 但是外界专家普遍认为 因为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有三个候选人 还有一位叫做西南奥干 他得票率只有5.7% 所以他提前被替出局了 但是如果来到第二轮的话 这5.7%的支持率就会成为造王子 而他其实是更加倾向于右翼失敌的 所以大家就预测 这5.7%可能会支持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可能还是会赢 但当然 有一些专家指出 这次的成绩体现了埃尔多安的劣势 就好像一个很厉害的人 突然间被你看到了他的落点一样 所以他反而会让更多的中间选民 和本来不投票的人看到希望而转票 而出来投票 从而让反对党变得更加有用 那你觉得情况会是如何呢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来预测一下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次的土耳其选举 并没有完全体现出穆斯林变得更加世俗 或者是更加保守 他仅仅是因为 真的是受不了 现代政府糟糕的民胜处理 所以他们宁愿给一个 更加偏向事实主义的反对党机会 但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马来西亚人而言 我们其实也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民生议题 确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压垮骆驼的稻草 对不对 所以它的成效有多大 其实是取决于当时候的政府做得有多烂 以及新的政府是否可以在民生议题上处理得更好 但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一次他们换政府 那个强调世俗主义的政府 可以管理得更好的话 它其实也可以成为穆斯林世界当中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世界 它会让更多人觉得 原来世俗化没有多可怕 反而带来更多的进步和自由 那我相信本地的穆斯林也会被受到感召 因为所谓的Uma Brotherhood 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全球性的这个连接概念 是非常非常强烈 相反的 其实我们的本地政治很多时候 也受到外国的保守主义影响 就像是当年土耳其旁边的这个伊朗革命的时候 马来西亚也是受到影响的 当年伊朗他们就讲说 Islam is the solution 因为当地的这个世俗政府太贪污了 所以伊朗发生革命的时候 本地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教党 就得到了非常强烈的这个支持跟崛起 所以不要再认为外国的事件不会影响到本地 相反的 我们应该要更多关注一些国外的新闻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这个议题 除了是想告诉你 它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更加希望就是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到 国外的世界怎么样影响到马来西亚 好 那我们会继续关注土耳其大选的第二轮总统大选 也希望大家继续subscribe和按赞我们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